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 换了任何人 你都会非常的愤怒 你会问他 你凭什么怀疑我偷了东西 你凭什么怀疑我 其实就是指 你为什么怀疑我 你有什么事实的根据吗 其实就是指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来给大家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呢 是怀疑一个人偷东西的理由 在这四个选项里 哪一个是客观事实是真实发生的 也就是事实根据 有哪些是人们想象出来的 第一 这个人看上去就不像个好人 第二 这个人穿的衣服看上去很廉价 他不像个有钱人 因为他缺钱 所以他更有理由偷东西 第三 他穿的衣服有很多口袋 而且看上去很臃肿 他有这么多口袋 而且看上去很臃肿 就是衣服很胖的意思 那么 他有可能在他的衣服里藏了东西 第四个 超市的监控摄像头 拍下了一个人偷东西的画面 你会发现在刚才的四个选项里 只有最后一个是客观事实 不是人们想象出来的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也只有最后一个 可以作为怀疑一个人的事实根据 或者说证据 如果你在工作和生活中 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有人无缘无故地怀疑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说 你怀疑我要有事实根据 其实就是指你怀疑我要有证据 要用证据说话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有一种更口语的表达 比如人们会这么说 你说话得有根据 这里的说话不是指说话 而是指你批评我要有根据 你怀疑我要有根据 你指控我要有根据 什么叫指控 指控就是指非常正式地认为 某个人有错 尤其是有罪 犯了什么罪行 你指控我要有根据 说完了根据做名词时的用法 我们再来看一看 根据做动词时应该怎么用呢 当根据做动词时一般不会单独使用 以为根据的后面一般会加上一个名词 然后再加上一个动词 而且你一定要熟悉根据这个词后面 常用的几个动词 比如判断选择还有决定 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一起去买香蕉 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 这个香蕉新鲜不新鲜呢 或者它的新鲜程度 我也可以说 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 这个香蕉的新鲜程度呢 请大家注意刚才这个句子 根据什么来判断 这个香蕉的新鲜程度 你会发现 当我们做判断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判断的根据 也就是判断的依据 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比如我可以根据香蕉的颜色 看它是不是变黑了 我还可以根据香蕉的软硬程度 如果它已经非常软了 说明它不新鲜 当我们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这时你就会用到根据这个词 根据什么 这个什么就是判断的标准 来判断 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们来练习一下选择这个词 比如 你根据什么来选择约会的对象呢 根据什么来选择约会的对象 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一定是有一个选择的标准 根据什么来选择 这里的什么就是你选择的标准 比如可以根据颜值来选择约会的对象 颜值就是指一个人的外貌 看他好不好看 看他帅不帅 看他漂亮不漂亮 根据颜值来选择 有的朋友可能不同意 他们对颜值不是特别看重 那么你可以根据教育背景和收入 来选择约会的对象 也许你是一个既不在乎颜值 也不在乎教育背景和收入的人 那么你选择的时候 很可能是根据一个人的性格 还有你的直觉来选择的 再比如你去买沙发 这个时候导购人员会问你很多问题 你是怎么做选择的呢 比如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或者什么样式的 你也可以根据房间的大小来选择 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预算来选择沙发 预算就是指你打算用多少钱来买沙发 我们再来看看决定这个词 比如当你大学毕业以后 有的人决定去工作 有的人呢决定要继续上学 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这时我们就会用到根据这个词 我们可以根据个人情况来决定 是继续上学还是毕业找工作 什么叫个人情况呢 这个词比较笼统 个人情况就是指你个人的打算 或者是你个人的计划 你的个人情况 再比如你来到一家健身房 这家健身房呢 24小时营业 为什么要24小时营业呢 这里的销售人员告诉你 您可以根据个人时间来选择 什么时候来健身 您可以根据个人时间 你的个人时间表 来选择什么时候来健身 每个人每天都要做很多的工作 那么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就非常的重要 说到时间管理 你也可以用到根据这个词 比如我们可以根据工作的 轻重缓急来安排自己的工作 什么叫轻重缓急 轻重 轻指的是不重要的 重就是指重要的 缓指的是慢 不紧急的事情 急表示紧急的事情 我们可以根据工作的轻重缓急 来安排自己的工作 在刚才的几个例句里 你可以看到根据的后面 接的一般是一个原则 或者一个标准 但其实呢 当根据和不同的动词搭配的时候 根据后面放的可能是不同的内容 比如改编这个词 比如哈利波特这部电影 是根据JK Rowling的小说 改编的 请注意改编这个词 我们要改编什么东西 一定要有一个创作的基础 那么这个创作的基础 就放在了根据的后面 根据什么来改编呢 根据JK Rowling的小说 改编的 什么是根据JK Rowling的小说 改编的 哈利波特这部电影 是根据JK Rowling的小说 改编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